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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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Jawiseman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音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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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談 金石哲學第38條 大胆与細心兼備 表面上 看起來它是 互相矛盾 但是事實上 可以相輔相承 這個大胆 就是所謂的金線 然后 然後這個細心就是違憲 那它因為共同的這個交錯協和 它才能真正的支出這個所謂的 恩勞仇斷 其實最重要的倒不是 所謂的成果跟結果 我們在經營當中 其實它就是一個不斷的大膽的去嘗試 不斷的小心翼翼的去求證 我們在這個組織當中我們就要去挑 我們必須要各種不同的種類的人都要有 所以說有人重執行有人重所謂的企劃 甚至有些人是可以管理 樂觀的思考悲觀的計畫 再來一個就是樂觀的執行 這邊的悲觀就是謹慎 我們要把謹慎這個計畫怎麼把它做好 也就是我們要細心的去看待 這個計畫是不是夠紮實 主管有時候要放手讓底下的員工去做 你不能什麼都幫他把持住 還有一點就是台灣話說 但是我覺得你沒有放 你不知道你訓練的這個鳥 它是不是聽話 但是你也必須要有一個防護措施說 萬一它飛走的時候怎麼辦 一馬之後再培養 二馬之後是不是串一條 然後這個它沒有感覺的線 還可以拉回來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要大膽的去嘗試 因為你沒有做你不知道 我們剛剛說的嘛 先幾集講到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經驗 而不是只有知識 不是想像說它可能這樣子應該會飛得高 但你沒放它不知道它會飛得高 所以你必須要大膽的去做 然後要細心的去做 所謂的這個防護的措施 希望每一次的這個 精緻哲學的講解 可以讓每一個企業主 更清楚自己企業的經營方向 應該是如何 怎麼樣才是真正的 可以把自己的企業跟員工 帶往幸福的目標前進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次聊哲學吧